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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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想沖咖啡嗎?不如我幫你 不用客氣… 以下的早餐還沒呢? 要不要我外出幫你買 不用了…我想自己熟悉一下環境 謝謝… 好… 槍仔他是兼職 他回十點鐘還是不點鐘 盧主任呢?他一向都回這麼晚嗎? 不是,康史哥他很少這麼晚 對,我相信不斷塞車 對,塞車… 早安… 早安… 李宗盛理 早安,盧主任 今天晚了一點點 對不起… 剛才走到美芝麻的早餐 下不為例… 李宗盛理,吃早餐嗎? 剛剛出爐的菠蘿油和香滑奶茶 不用客氣了,我吃早早餐,謝謝 有別的選擇,這件選擇很厲害 聲罰難事曲奇,下午茶必備,真棒 香港有錢買不到 我有朋友在法國帶回來 來… 謝謝我 筆劉經理,你今天第一次開工 有一樣程序一定要做 甚麼程序? 看風水 我專門打鑼監仔回來 現在幫你看這個房間 趁你的八折幫你收拾位置去 你帶領我們公司 業務精精日上過年尾人工格 看風水不用了 反而我想看公司的業務實況 又沒問題 我昨晚留下了所有資料 放在我的手指上 待會兒替你用PowerPoint看 我又不想光看PowerPoint 不如現在和我親自下樓探一下 好過吧 現在?你忙嗎? 不是,開工吧 好,謝謝你 劉經理 不用了,我坐在前面就行了 不好意思 謝謝… 老婆 好 李柴,挺好,行不行? 這傢伙不接受我標叔那套 那怎麼辦? 放心吧,我還有Pan B 我準備了示範單位 祝你好運,再見 不說了,做事了 好 放心吧,沒什麼事搞不好 愛你,再見 再見 我們All in One 是附屬利哥集團的子公司 主要的業務 就是管理公司旗下遍舖 港九新界的物業 除了住宅、商下、廠下單位 以及地鋪之外 套房、劏房、豪宅 我們都有齊 而我們要負責的就是 每月收齊所有租金和水電費 還有要負責所有單位的日常維修 以及處理租客的確種投訴 就算租客和租客之間吵架 也關我們事的 大師哥 好,世利哥 世利哥可以裝修盤頭 一直幫我們處理維修和裝修問題 而為了工作方便 我們要跟每一位出租物業的管理員 打掛關係,收方也比較容易 公司沒什麼特別要求 唯一就是… 每個月出租率不能少於95% 李小姐已經跟我提過了 知道就行了 我們這個劏房是要質素高 地點好,價錢合理 管理又完善,所以很受歡迎 陳伯,你好 Kaden… 陳伯,你好 很好笑,打擾你們 是,請坐吧 我是新年經理,劉經理 他想來跟大家打招呼 陳伯做了幾次,變成街坊 陳伯…住得習慣嗎 習慣了,很習慣 盧先生好人 周適來這裡幫我們下手下手做東西 早前而已 怕我們倆滑倒 公共玉室和廚房鋪了房地磚 他真的很好 舉手之龍 只要你們住得開心 我就放心,公司安心 達哥這個人很好人 做事又細心 那一陣子我打電話去辦事處 轉頭而已,他就替我搞定了 媽媽經理 劉經理 這些這麼好的伙計 你千萬不要踢走他 是呀… 等一下… 兩位慢用 不行,發哥 發哥也是你的租客 你別看這間茶餐廳,裝修簡單 這杯奶茶一點也不簡單 還有這個新鮮出鑼蛋撻 你知道嗎? 很多富豪都駕駛車 特地為了這兩樣東西 走了一整天就做了 來,你先做吧 沒有一整天 我習慣了 你的招數大過可能受 對於我就起不了作用了 我呢? 你開工的時候 駕駛公司車去接老婆 不過當時我不是你的上司 我不會跟你算 但是今天 你找兩個人來做戲騙我 就不太妥當了 我也不懂得演的學生 本來陳伯、陳婆的戲都不錯 我真的信了以為你很勤力 但是糟了,道具出了事 那盒香港有錢也買不到的 法國聖發蘭氏曲奇 恐怕是你送給陳伯了吧 聖發蘭氏曲奇? 香港有錢也買不到 你今早遲到就是去安排 訂這場示範單位給我看 我不管你以前怎麼對你上司 但是今天我是你頭 你就不要想著用以前的方法 隨便隨便對著我 劉經理 我做了這麼多事 都是給你面子尊重的 大家都是長同事 只是打工而已 好來好去就行了 你就是要弄壞他 你是不是想以後都不合作呢? 李小姐 好,我現在馬上來 李小姐約了客人看樓 還有我們十五分鐘後到 好,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先走了 李小姐… 讓你介紹 我小女兒Peki,她同學Winter 你好 她是盧主任,劉經理 是我們租務部的同事 原來Track 你幫伯母Joy的公司工作嗎? 是啊,又會這麼巧 你們認識嗎? 那就好了 Peki來香港做交流生 她要找地方住 我見我們富居華亭還有單位在這裡 你帶她們兩個去看看 知道… Peki小姐,你好,我是口試 有些中路上的問題儘管打電話給我 好 李小姐,你放心 有我們在這裡 一定能搞得陀陀陀陀的 對了,Jack 第一天上班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沒有 阿House哥他…真的很有經驗 我只是今天已經學到不少東西 我相信我們日後的合作一定… 是… 很有火花 就行了… 那Peki交給兩位吧 Peki小姐,這裡是五年樓齡 這間建築面積有1280呎 而且剛裝修完,坐北向南 還有,樓下會所,游泳池,各樣都有 這裡這麼開陽 所有傢俬都在這裡 設計又簡約 只要搬個人進來就可以住了 太好了 是啊… 什麼都假的 我說最重要是便宜 我研究過這區的房子 像這個單位那樣 不要四萬八元,不用想 現在你伯母肯八千元全包 算我們每人四千元 這個價錢真的很感動 四萬八千元? 我來租整間房子也不用這麼多 你們香港人真的很辛苦 租樓買的也這麼貴 香港人是這樣的 你想想,我將來大學畢業 我最擅長都是找萬聳些蚊 夠吃夠住已經很擅長 如果我再要供樓的話 我就要做這個厚顏群腳一族 什麼是厚顏群腳一族呢? 就是父母幫我付首期 那我就買一層樓 把那層樓租給人家住 把租金用來供樓 我自己就吃媽媽、住媽媽、用媽媽 省得省得省得住 四都不搬走 二十年之後那層樓供完 我就收回來自己住 你真聰明聰明 但是為了買一層樓去得這麼盡 那跟做奴隸有什麼分別? 簡單來說,是沒有的 扭勞雖然難聽 但是這個的確是香港人的現實 總之沒法遮瑕 做人是不踏實的 所以香港人 每個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鬥 你們外國長大不明白 當然 但是這個單位其實什麼都好 不過我覺得有那種裝修味 怎麼可以弄走它 因為我被問救它 很簡單,我那天買一個臭必殺 一噴完一炸完之後,什麼事都沒有 不行,那些科學東西對身體無益 我有個天然的方法很有效 不過你要給我一點時間 在說什麼… 你也聽不到 你以為裡面能夠困獸鬥 兩百區傷嗎? 如果說打,我一定買Jerry 正所謂拳把笑裝 盲拳打師老師傅,你不聽過嗎? 第一天上班就選靠哪一邊 這麼難選? 第一天開盤而已 看好一點才下一個 看你詩詩文文,你也想做好人 我沒想過趕著你 你說得對,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你以前怎麼做事我不想知道 我也不想你 但是以後自己安守本分 跟回我的規矩,好嗎? 好…以後我可以找 上下一心奇利斷金 沒什麼事,我出去收工 快走,麻煩你交出公司車時 麻煩你 你這個人 剛才說不算前嫌 現在秋後算獎 放心,那些維修費 我會收取,不用你賠 你不明白了 車是公司的 車時還是放在我那裡比較穩 以後用車就麻煩申請 我會幫你們申請公司入郵卡 以後用完車後 填一份用車行程表 誰用車,什麼時候用車 駕駛車去哪裡 入了多少人 請清清楚楚寫下它 我不會批准任何人 濫用公司資源,好嗎? 你說得這麼詳細 這麼清楚,可以不可以嗎? 放心,我會一視同仁 我自己用車也要申請 烤士哥,沒事吧? 他幹嘛收回你的車時? 是否說不定數 讓他用紅牌幹給你出場 我需要幫你收拾紙皮箱? 傻瓜,經理不用做嗎? 我給你測試的車去檢查 你們倆更聰明 阿劉經理和李雪姐很熟悉 很熟悉 你這個臭小子 叫你土地藏著用資料 一整天,你不想取消嗎? 我就是想不取消 這麼快也找到什麼好數 沒有,其實我申請了公屋幾年了 算數,如果我繼續做下去 入息就會超過上下 無緣無故叮走我好像 還是別搞了,還是先休息一下 你沒有入息,那你怎麼生活? 我家裡還有個媽媽,放心吧 只要一上樓,我人生就會充滿希望 進來 我也是住公屋的 我明白,上樓是很重要的 不過有些人為了公層樓 死坑死底,截衣宿石 但有些人為了上公屋 是嗎?太過份人工了 今天居然這麼大意 錯過了下班的正確時間 全都虧了 你怎麼這麼誇張 我還是要回家看 花花去奶兒大結局 再見… 我先走了,再見 再見… 差不多月尾了 大角咀的幾棟樓 舊旗鈔,隨便標開燈 在租客收錢 槍是負責的,如果全部都走了 怎麼辦? 那也要找人追蹤 我約了媽媽,只要去覆診 如果抄完錶,診所都收光了 不要緊,我去,我媽媽吃虧藥 那也不要,不可以伯母等 我去吧 好 歐士哥 已經收齊大角咀所有的水店錶讀數 待會不用去你的電郵了 怎麼樣?你今天上班,平安度過 平安,像坐過山車一樣 原來那些牟女 認識利小姐的小侄女 不過幸好拆了 臨下班還點了租樓炒水錶 這麼厲害? 不過話說回來 有一條小朋友每天開工頂心頂肺 我真的不知道熬得多久 真的不睡 突然被人冒進來 你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肯定 不如不要混了 不混都可以 反正你也熬了這麼多年 是時候要休息一下 旁邊C座三樓的黃先生 早兩個月退休而已 阿黃?比我小的這麼早退休? 人家怎麼不同? 人家九七年用最高的價錢 賣了自己的單位 再在沙士期間 用最低的價錢入三個單位 現在已經成為千多萬的富翁 終於什麼時候不做都行 一天最壞都是我 當年不聽你說錯了兩個機會 否則我們也可以像阿黃一樣 狠狠腳有幾層樓收藏 沒得這麼說 不過你要記得 你剛才答應了公公 搞定他的維修費 還有,兒子還有兩年才不斷 每次都是錢 你不做一會兒也可以 退休嗎?別想了 搞定 坐二十分鐘,然後沖水 之後你會發覺你的肚子 都立不立靈 你搞了一整晚來幫我鹽黑吃? 是呀 那間屋真漂亮 拿去吧 拿去吧 你去吧 被抓到了 要殺人兇手 雅菜十塊根 豆豉四塊根 那是一塊玫瑰 放開我 她是女孩子,她是非禮 Sella 你女兒吃了我全家 亂拋垃圾 吃虧我姑姑, 你有甚麼頭暈 是為你先拔 我們怎麼進廚房?這個衝作是我用的 這麼晚? 這麼晚了, 像爺爺回來了 買了菜都要煮飯 你怎麼回事? 買了菜都要煮飯 買了菜都要煮飯 再看好 бок 抹茶 噴霉 鱔 酸 呸 真 流 無 廂 products 楊西, 不妨礙你吧… 你怎麼會這樣? 彈琴得這麼貴, 手及保護有眼 保護香港文物學會, 我們有很多戲玩的 保護香港文物學會, 我們有很多戲玩的 自己文物自己救 請參加保護香港文物學會 這樣不是辦法, 我們懂了一大半天 一個也踢不上入會 就是這樣下去, 我們的數就玩完了 阿光, 你試試這樣想 整間學校有一個萬的學生 我們今天早上都派了百多個 也就是說有九千多個 能力的會員未入會, 對不對? 為了拯救香港文物, 繼續派 又是, 說來阿兒 我在劇場等你, 你在下來嗎? 自己文文自己救 請你參加保護香港文物學會 好, 待會見 這個?有什麼玩的 那就多了, 我們會定期請權威的 考古學教授來做工作 還會搞動想團 參觀香港文物建築和固跡 但我們平時上課已經經常上課 都很悶, 還入這些會? 其實一點都不悶 考古學很有趣 還有我們作為大學生 可以為香港保護文物出分力 是很有意義的 其實我不是不想參加你們學會 不過我最近家裡有事在煩 有什麼煩?我們能不能幫你? 我接下來家裡要搬屋 但我還沒找到別人幫忙 如果你們可以找人幫我 那我可以考慮一下進你們會 我還可以叫我和同學一起參加 搬屋不是吧? 好… 我們一場同學物當然要幫你 真謝謝你們 我叫Winter Winter, Peggy Peggy Peggy, 她叫我, 我是同學 我也是同學的 你好 你好, 我叫多多 Peggy… 我叫阿光 你好 你好… Peggy, 他們兩個答應幫我們搬屋 真的嗎? 這裡每個人都這麼好 Peggy是嗎? 其實男生幫女生是應付的 何況我一直都很喜歡幫人 你們兩個想先休息一下嗎? 喝點水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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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回來, 你們兩個女生 為什麼可以這麼多東西? 不, 我只有背包和行李箱 其他東西是這位小姐的 你們兩個那麼聰明 那幾箱東西難不了你們 還有, 我數過了 下面應該還有六箱東西 謝謝你們 謝謝 Winter 好像沒了那一層裝修味 對了, 我剛才進來 也沒打過黑痴 原來是菠蘿和咖啡渣 這兩件事是吸味專家 怪不得不要做那一層眉 又是環保, 居膩一點吧 你也就好 有個這麼好的私人宿舍 租也便宜, 回到房子也方便 真是羨慕死人 幫我開 我也是媽媽Pekky三美 才能在這裡住 她伯母對她很好, 給她個筍盤 謝謝 我又要自天瑞為樂園 翻個學要一個小時 我說在香港一定要分秒必真的 早兩年出來找工作 早兩年可以儲到那塊錢 首期用來買樓上車 多多, 這個說法有一點點 就是因為你們個個都是這樣想 所以現在香港個個都變成樓盤 被房子綁住了 被我就不肯了 我就寧願到處走, 見識一下這個世界 但是沒有樓盤真的沒有安全感 如果你不想做樓盤的話 其實也有方法 什麼方法? 駕駛有錢人 我就跟多多了 因為生活是有不同方式的 譬如我可能喜歡吃薄餅 你可能喜歡吃薄餅 總之你開心的話 別說什麼是正確還是錯的 正確… 所以我決定一畢業 立刻去工作假期 玩一個碗 好, 我也有朋友去工作假期 他說見識多點東西 回來的人都會變成熟 二比一 行了…今天這麼開心 把照片連回放上Facebook 好, 讓我來吧 來… 好, 賣點… 還有外賣味道嗎? 誰? 雞雞 Jack 不好意思 我想上來看看你家的裝潢味 是否斷了? 謝謝你 現在整間屋都是菠蘿和咖啡粉 很舒服 不用客氣, 最好 以後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隨時找我都行 好 那是誰? Jack哥 你家的物業管理 是嗎? 收租勞 租單方面以後會直接傳給你 而租金你可以給我們公司 或者直接拿上去寫字樓也可以 好 你吃飯了嗎?我們還有很多啤酒 不用了, 你有朋友在這裡 不打擾你們 那不要緊 難得今天有火又碰到你 不如拍張照片 來吧 好, 那我先走了 遲些見 好, 再見 Peggy, 等你拍照 好 快過來 來吧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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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經理 今天早上有人請喝咖啡 他老主任又這麼大幫? 關鬼他事嗎? 是今天上班的新委員會請的 是嗎? 整頓大人, 你真是七八八 出口茶粥, 我喜歡聽歌 我們又見面了 早安 你就是今天上班的新委員? 是 李小姐沒有告訴你 Peggy在大學上要實習拿學分 所以會在這裡做潛伴 李小姐安排 Auntie Joyce叫我跟大家學習 大家不要嫌我什麼都不懂 請大家多指教 謝謝 Peggy, 以後如果你有什麼不明白 就儘管隨便問我們 他一看就知道你聰明 一定會難到你, 是不是? 對, 以後我們就是自己人 千萬不要跟我們客氣 你來得剛剛好 之前阿倉走了 我還在想, 何時請人幫忙 現在有你來, 搞得快 有這樣的事? 我立刻給我上級匯報 研究一下怎麼處理 再見 Jack哥 桃哥環道955號的看家剛剛打來 他說六樓套房A的租客投訴 走廊位不見 就想我們派人去看看為什麼 你叫他報警 租客寫明的, 物品貴客辭利 有些人是否在投訴 不用這麼緊張 我不敢看, 投訴一定有原因 反正待會我們下去巡房 下去看看也好 吳先生 吳先生 吳先生, 你好 我是All-in-One物業管理公司的經理 小勝劉 這兩位是我的同事 我收到你的投訴 所以想來了解一下門外失事這件事 我投訴了幾個月, 你現在才來 你再不來的話, 我打在報館搞大它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的投訴案件 比較多, 所以就遲了過來 你可不可以詳細地跟我們講解這件事 蓋了鼻子, 還不夠詳細 你嗅一下吧, 抽到冤 還有, 我的鞋子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偷了 只是偷左腳而已 這麼奇怪? 你也覺得奇怪 是偷就說偷了一對 為什麼偷左腳? 那雙人想什麼? 就是想玩我 你會和人家有仇嗎?吳先生 算我玩 九成九在這個單位的牟裡做 我遲到武警抓他了 吳先生, 為什麼你會以為他 為什麼不吵? 盧先生, 你來得正好 我要投訴這傢伙 這傢伙整天帶人回來 就劈酒開P, 吵得差點差點 我的子女要睡覺 他們一大早就要上學了 你有沒有良心? 我開派對吵了, 你就跟我說 不用偷我的鞋子吧? 你偷偷你怎麼教小朋友? 什麼偷偷的聲音這麼難聽? 你擺得明犯眾真 你不見事關我什麼事? 你不要亂說謊 兩位… 吳先生, 方太太 吳先生, 你們倆別這麼吵 有什麼事慢慢說, 好不好? 是呀, 大家隔離鄰舍 一人養一步吧 我有她的頭, 你給我鞋子 看著我 慢著 我們有一張閉路電視 我們看裡面的影片 就知道誰偷 哥哥, 你新來的? 是呀, 我要去物業館 物業館公司 這個小朋友的電視是留的 用來欺欺人就行 是呀 隔離鄰舍三堆東西的貨 你沒事吧, 物業管理 吳先生, 方太太 這個小朋友的電視是堅定留的 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們這麼吵 吵到業主立案法團 只會他們報警 一報警 我們有權忠止兩位遷藥 那兩個就要遷藏 是呀 行, 連我閉嘴都行 你就叫他 不要再帶人上來開票就可以了 行了, 這樣就簡單了 只要報警 警察很快就查到哪一位真兇 是嗎 那又不用弄得這麼大吧 我記得了, 他那些左腳 我掃地的時候掃到一棟垃圾掃了 敲樓梯, 阿姐找 那邊就別管了 我先拿鞋子 麻煩你了, 吳先生 奧斯哥, 你真的很聰明 你看他臭臭 我原來從哪裡來的呢? 會不會在哪裡爆渠 我兩星期前來都沒有這股氣味 你們不用找了 臭味就是從私房傳出來的 早前我有通訊息過你們 但你們又沒有反應 只叫我通訊息 水錶電錶的道數給你們計算 那些水電錶是自己報數的嗎? 我一向這麼做, 大哥 麻煩你了, 大哥 麻煩你了, 大哥 還不拖私房的住客 看看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踢 踢雲塵上槍裡流了 說他不在後面過你撤回我 你怎麼搞的? 閉路電視你也可以裝甲膠 你知道後果可以有多嚴重嗎? 今天就說要偷鞋 如果以後有人來打劫 強姦、謀殺怎麼辦? 我們隨時變為幫兇 與我無關, 劉經理 這是上一手經理的標叔決定的 他說少數怕長計 一個幾百, 十個幾千 一百個幾萬 如果全部裝上幾十萬 如果這麼大的數目放在公司上 對公司的數目別看不漂亮 而且他說那些閉路電視 只是阻嚇作夢 最重要是我們摸清楚 每一個租客的心態 剛才你也看到了, 我拆得定 現在誰摸清楚誰都不知道 他們知道閉路電視是假狗 如果我們把真的放進去 他會這麼明目張膽去偷閒 到頭來豈不是只能把我們自己 什麼?應該花的錢不能省 我給你三天的時間 把所有物業的閉路電視 全部拍下來 哪些真、哪些假 清清楚楚, 記錄下來 我會向總公司回報 申請預約全部換過他 三天? 不夠嗎? 好…你也下訂單 我一定使命Peter 還有, 那個私房的單位 一定要繼續聯絡他 直接找到臭味源頭為止 好…沒事, 出來 沒得住, 抄標單元 對不起 我保定以後不會再發生 我不跟你算 但是你以後沒打算再弄我 不就說對不起 我保定以後不會再發生, 好嗎? 怎麼了?老公, 怎麼沒來神氣? 我現在的肺被人照得乾乾淨淨 還哪有氣, 老婆 有什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捱到多久 老公, 你是最好的, 你知道嗎? 你一定要捱到… 有你這個老婆這樣撐過的話 我什麼都能捱到多久 好, 你這麼乖 我今晚就煮梅菜扣肉 和花雕雞給你吃 之後我再送一個無敵推拿給你 讓你的悶氣、鬱氣都散了出來, 好嗎? 這麼好的服務 這樣怎麼辛苦也能定一遍 糟了 保障了你的追住環境 請支持我們, 封命 還在弄? 弄得很悶 我們不要管了, 回家煮飯 樓先生… 看見你們真正適合 你們簽名了沒有? 我們真的很同情你們 不過政府的事沒人說得事 是吧? 我和情侶比較多 你們還不知道嗎? 垃圾站已經決定搬到你們家樓下 對著M座的單位 聽地產老闆說 M座那邊的單位 今早已經跌了二十萬了 二十萬了 是嗎? 真是在香港裡面了, 老婆 怎麼搞的?政府怎麼做事 這樣欺負我們的小市民 先簽名 不行, 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 我們去找區議員 去立法會定座, 找特首 老婆, 你冷靜點 老婆 你弄回事, 去哪裡? 是… 沒什麼事 我這裡忙, 我不讓人入帳 我明天回… 好, 再見 找我們家園, 去哪裡? 快點下來 老婆… 你今晚去買飯盒 我們在這裡抗爭到底 跟政府死亡 老婆, 那我的梅菜扣肉 我們推下去了哪裡? 給你什麼? 好, 我想你轉了一份工 應該改運才是 怎麼還要破產呢? 如果給你 有威太天天跟你搞對抗 你怎麼對付他呢? 看看他武功高不高 我也挺好打的 打可以解決問題嗎? 當然不行, 傻瓜 不過自己會開心一點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更加開心嗎? 就是下個星期我又搞速度約會 如果你能夠來到客串花場 說不定到時候讓你遇到個白褲美 那就養起你一輩子不用做了 幹什麼? 看你很喜歡這間的法式蛋糕 還打算約好了開張之後 一起過來吃 還沒吃藥嗎?你今天這麼快復發 想吃法式蛋糕而已 我和你吃也行 我請你吃不一樣 幹什麼? 幹什麼? 有什麼駕駛了?怎麼說馬路的 看車吧? 對不起, 師父, 不好意思… 時運高, 大吉大利 老闆 老闆 真的…我看你拖了我整個星期都還沒回 我把你的外機養給別的客人 我給你一個人訂 不要緊, 不是我的始終跟我無緣 希望他的新主人可以給他幸福 一定是幸福 那個客人跟你一模一樣 都是超級機迷 他吃的機好像疼人一樣 這麼恐怖? 那好吧, 疼他我也放心 難道不和我住的房子好嗎 你…你沒事吧? 他沒事, 剛割了盲腸 而且有點不捨得 走吧, 好嗎? 我這件事很猛腸 沒了就算了 留住人生又沒有幫助 媽媽, 你今晚來我那裡 簽兩套給你吧 我答應了要做義工 你做些事還不能陪你 現在我陪你 不好意思, 浩哥 我遲了一點 不要緊… 星期六大廚我們準備好東西 讓你開工 好 幸好你逢星期六都來做義工 頂了財叔的位置才可以放假 對了, 財叔說他遲些星期日 要回大陸 可能要你頂了星期日 好 來煮食物可以調節一下心情 也沒壞 好, 我星期日也可以嗎 那就好 1、2、3、4、2、2、3、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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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吃飯再走了 怎麼不見外 你每次彈完琴都吃飯再走 當然是完結你那份 其實我不是攤便宜的 只不過你們逢星期六的廚師 真是…手指真好得不得了 好, 外面吃不了了 你什麼是你的? 直接派給我的 我的, 派給你的 是我的, 都說是我的 是我的 什麼事… 是我的 什麼事, 七嬸 什麼事, 七嬸 他呀, 他拿了我的口水肩 我給你一個條理就行了 我不要, 我要這條小鴨 是我的 老婆, 讓七嬸好嗎 給你另一條條 給你… 這條也不錯 各位女友忌, 菜菜準備好了 好 大家吃得開心心 吃不夠可以再吃, 放心 好 大家吃飯 好, 吃飯… 這是雞蛋 最好 重複 肥膏 太過分了 菜煮得太難, 肉切得厚薄不分 調味一撻胡桃薯 沒炸過就拔錯了 女生快樂? 糟糕 糟糕, 糟糕不代表可以吃 菜煮沒試過就已經放上桌 這麼不負責的廚師 跟著一隻隔一隻隔一隻 我現在很生氣… 你… 坐在這裡幹什麼? 真是很垃圾 沒有兩個廚師 簡直是侮辱了廚師這兩個字 我就馬上進去刮他 這樣也行? 巴塔, 這麼晚? 是嗎? 你也好 黑色星期六 這麼慘?我今天也見魔鬼 幸好今天終於被我買到 餓了很多年的瞻肌了 這麼爽?恭喜你 我要慢慢砌好它, 再噴上好油 最多將來砌好 約你出來片一會 你做人有信用, 等你 我又沒有新機 就帶我作賤多年的愛機 替你片一轉 太棒了 真棒 劉經理, 你也見過了 敲幾分鐘了, 昏迷了也醒了 明明裡面沒有人 我之前也留了幾個護照片 但是沒有人回覆 我想客人應該真的還在大陸 別想了, 剛剛三點三 是時候去美芝做個下午茶餐 做好多事, 比這麼多事好 來吧 不行… 這麼多住客投訴這個單位 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你不是拿去爆門嗎? 我經理 師傅, 這邊 好 就開這道門了 師叔, 誰叫你叫開鎖師傅過來 誰呢? 我怕裡面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立戀爆門犯法的女兒 讓我看看吧 來吧 洞門沒鎖, 霸宗沒問題 那你拿我來幹什麼? 幫你開了帳門就去收錢了 行…我幫你處理 謝謝師傅, 謝謝… 門也沒鎖 既然洞門開了 不如進去看看有什麼事 你們倆進去, 我負責看帳門 你們倆 就開開玩笑 人頭呀 人人明白四百呎月火棒 祝今那幸福可曾荒漫 为求振扎为了父母和子女 永迷停下 然后然后然后四百石人碧牙 我也愿意得一转一眼 大半相 全盛地全为楼有用吗 也许不过自在买 我也愿意得一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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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